他报许志安已经不爱郑秀文了三七项预言,会再度 背叛港星许志安出轨风波在郑公郑秀文发文原谅后,看 似整起事件已经告一段落,不过却有命理老师通灵后发现 许志安已经不爱郑秀文,协尽全力挽回指示为了计 续留在演艺圈发展,去联合报报道,命理专家沈荣 经过通灵发现郑秀文之所以愿意包容许志安,是因为深爱 这对方,但男方对郑秀文有愧疚却早已经没有爱,此外 沈荣也提到,双方可能打从一开始就不是彼此的证源 正无法满足许对爱情的渴望,而许当初选择合正在一起 是为了事业发展,此外沈荣也提到,许志安身上有背叛 无法专一,无法控制的感情不良业力,未来还是有可能 因为业力引爆而再度被看,而脱敌心 光云也访问道小孟老师的看法,她从前是今生的角度分 C,郑秀文是唐朝公主,许志安是土藩将军,黄新颖是郑 秀文的丫鬟,丫鬟使心机趁将军酒醉发生关系,却依然得 不到她的心,在她战死沙场前留下一封信给郑秀文 7,生无缘成夫妻,来世在结连里,生生世世不分离,小 孟老师帮郑秀文与许志安抽塔罗牌为太阳牌正位,显 是两人不会分离,正会原谅,娶会痛改前非,二年后东山 再起,黄新颖则会跌入谷底,另外此牌也说明,许志安病 不是第一次有桃花,但郑秀文包容心强,也怕影响两人眼 一生涯,小孟老师更直言,背后有高人指点这次事件步 可分离,要两人再重修就好,再创演一高峰